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猫号 齐眼的家里养了一只猫,自认为非常奇特,对外人称呼它是虎猫 有个客人对它说,虎的确很勇猛,但不如龙神奇,请改名叫龙猫吧 又有个客人说,龙固然是要比老虎神奇,但龙要升天,必须成云 云不是超过龙了吗?不如改名叫云猫 又有个客人对它说,云气遮住天空,风很快就把它吹散了 云也遮挡不住风,请改名叫风猫吧 又有个客人对它说,大风骤然呱起,只要用墙来做屏障,便足可以挡住了 风哪里能比得上墙呢?把它叫做墙猫好了 又有个客人说,墙虽然坚固,但老鼠能在那里打洞,墙是要被老鼠毁坏的 可见墙并不如鼠,就叫鼠猫好了 东乡的一位老人听了这件事,讥笑它说 哎呀,带老鼠的就是猫啊,猫就是猫嘛 为什么非要让它失去自己的本性呢? 本来是一只猫,为了显示它的神奇,名字改来改去 最后,竟令人啼笑皆非地取了个鼠猫的名字 对一件事物的虚实和夸张,只能使它失去本来面目,名不服食